我去看到一個故事 把我嚇傻了 一個起點汽車 起點汽車 它已經成立好多年了 這些年來 它向各地方募集到 730億元 730億元募集來了以後 它居然一台車都沒坐下來 一台車都沒坐下來之後 還是繼續募集 還是繼續騙 騙了以後撐不下去了 它說對不起 我倒閉了 我不幹了 可以告訴我說 這個起點汽車 在中國不是單一現象 這種起點汽車在中國 比比皆是 現在中國的車市有八成 跟它一樣 退場了 而且人家都說 台灣是詐騙的 但是我跟他講 中國詐騙的更厲害 而且他們詐騙的 都非常非常高 你剛才講的是起點汽車 隨便就騙到730億 這種公司比比皆是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中國在輔助 所謂電動車的發展 中央很多錢 所以大家想 中央很多錢的話 我就來騙中央 就讓他們企業 紛紛去騙 保證你知道嗎 事實上中央有準備 大菜 中央就說 我準備了好幾千億的物幣 上兆台幣 我準備要把中國的電動車 把它砸起來 你說 中國為了輔助這種電動車 丟了幾兆台幣 對 那事實上 你既然 中央政府 既然是這樣子的時候 好 所以你知道 2019年的時候 根據中國的統計數字 中國累計整車的註冊商 有635家 那成功註冊有486家 我們就說 有500家 當時要研發的車型 有5827個車型 結果保證 到現在為止 中國剩下50家 也就從原本的500家 變成50家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倒閉了 而且車子呢 很多車根本都是 號稱 他們就是有藍圖 然後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樣子給你看 然後最多最多做出一台給你看 但是接下來都沒有 都沒有了最多 所以他事實上這些完全都是騙谷 所以說那很多幾兆台幣 對 都到了口袋去了 所以你看現在中國是這樣 現在很多車器 現在很多 很多地方的這個政府的空地上面 停滿了大量的電動車 因為都 根本就是作假 裡面很多 根本就是只有車殼 沒有電池 因為他根本做不出電池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在中國有很多的空地 很多空地停了很多車子 就這麼來的 對好那你知道 不只車子啊 最近呢又有很多家 今天有一個新創版的 有一家 有一家這個做半導體被栽排 為什麼 因為他也是騙補 半導體也是 所以車是一堆 然後半導體也是 那除了什麼 還有房市 那大家都說 欸你幹嘛政府在騙啊 去年不是說要保公樓嗎 要保交樓嗎 就是說我一定跟交樓 可是目前為止 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完工比例只有三成 所以告訴你什麼 中國大陸呢 根本就是大家 上方現在在騙 你政府要求我保交樓 我才不管你 反正三成左右 我錢拿到完工 還是只有三成 所以顯見中國的經濟 為什麼會出那麼大問題 因為很多都亂砸 很多都被騙走了 好 市長你講說 當中國景氣好的時候呢 但是我的泡沫還可以吹很大 我還可以大家互相的遮掩 互相的吹牛 互相的支持下去 可是現在跟他講的 他現在六月份的CPI PBI全部都下滑 下滑就代表泡沫破了 泡沫破了以後 就現出原形了 而且這個中國公佈六月CPI 我真的嚇了一跳 他CPI是多少 是零欸 零 也就是說他沒有通貨膨脹 現在全世界大家通貨膨脹 只有這個樣子 為什麼他會是零 因為民間消費不正嘛 大家不想買東西嘛 所以通貨膨脹是零 那為什麼會消費不正 因為大家都覺得 欸我搞不好我買到是假的 搞不好我很多都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現在什麼 到底是真的